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11点51分 5月10日 简单说一说 一会儿4点半 我和李卫杰做直播 今天是下午4点半 到时有时间参与 说回市场,市场跌回144点 现在是19722 外围杜瓶斯继续跌几十点 杜瓶斯跌57 NASDAQ跌77 S&P跌19 场外今早上升了些 杜瓶斯升了31 NASDAQ10点 今晚是CPI,明晚是PPI 债务上限 美国那边未有什么进展 整体来说都是交着状态 美汇在101.365 都是高一点 外币跌了一点 北水流入11亿 昨天流入28亿 但是很多钱都流走 包括美团流出2亿 中芯国际芯片流出5亿多 内银是中公建龙四大行 都流走 那些钱都流出 另外邮股是857 流入5亿多 883流入4亿多 中移动都流走 流出8千万 那些证券商股 银河流入2亿多 中金流入1亿多 大概都是这样的 所以整体形势上来说 似乎市场都要再进一步调整 看回牛洪正分布 牛津收回区 让引擎价格及到达到了2019,500 そう estill 所以比了 牛津4000 都现在回向195 hard 而今天明转却 chim保给しい 如果没有资金融进一步调整 今天比较留得资金好一点的股份 都仍然看到是比亚迪 比亚迪就继续升的 升了六个几 那就去到244元 我都说那个目标是250元 其实都开始可以慢慢减少少 资金是有轻微流出的 但是不显著 比亚迪近期都有钱流多了进去 另外中石化又怎样呢 中石化就回吐少少 中石化也是好股 中线长线来说是继续会做好的 油价都是在73元 布兰特是77元 都是这里上落而已 没什么特别 中海油是升了一点的 升了八个仙 也是少少资金流走 至于昆仑能源 都是升了两个百分比 昆仑能源是7.7元 似乎看势头都强的 这些都是值得去继续看好 持住 至于丰盛就站在那里横行 内险来说都是那句了 等一等先 等它回回多一点点 有什么呢 今天下午四点半就和大家详细说 但是这个阶段不买 你说这些阶段买不买货 买不买货 换不换码 你可以选择性换 换回中石化 可以换回中石化 都可以的 941就不建议 因为941你看到 其实我一直都说 有几个射击之星 有个射击之星在那里 就是上一层 其实你看回 技术走势上来说 RSI也是向下的 Stochastic上过来之后又再继续 所以整个走势 941不是太理想的 不排除它会有 多少少的回吐空间 要买它的等下先 不需要急 这个是中移动 728也是一样的 同样情况 都是有钱 流出 762就相对少一点 但是昨天又出了射击之星 所以电讯板块的股份暂时不看 中国铁塔这些都是 都是会向下的 中国建材是好一点的 继续有做好 但是资金流入的势 不够强 都是轻微的 我想它都会受 大市如果再回多一点 它会有影响 1109暂时不买 华晕之地又不买 119也是等回 1799就再回少少 这些都是放中线的 这些不是短炒的 没有办法的 至于券商股又怎样呢 券商股呢 说法呢 确实是有资金都流入的 和中信 见头都是有资金流入 这些要守下 但是上了那么多 如果真的买了一注 就不再加码了 没买的就先等下 不需要急着 银行股 内银就要守的了 这一段就会有回套的 暂时来说 偏落后的当然是 招商银行 落后了整个板块 但是既然内银都开始有资金回套 我们不急着 至于那只55572 发兴红就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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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你有这些就拿着 不需要急着 有朋友在YouTube上问 我这几天 我回答你们 中石化有朋友问 什么价位可以入 中石化来说 这些位置 今天最低 是5.21 其实它 大一点的集货位 在5.1那里 那你完全 没有货的 你想买的可以等到 有没有机会去到5.2 今天的低位 或者楼下 这些位置才买 换马就不要紧 换马就没所谓 因为都是体足长一点 至于 2601 中国泰保 这些位置 目标是什么位置 其实这些位置可以走一点 看到有些资金 虽然有少量资金流入 但是似乎整体来说 有部分人 有部分资金 有获利回套 买什么位置 23.5元 23.5元 才考虑 但是 只蝕了22.8跌穿 就要走 这些位置可以走一点 941 67到68 这些位置开始有钱减持 要走 目标位 暂时 这些位置 我想要走一半 起码走一半 这些位置 似乎看起来 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有个双顶出现了 而且无论RSI Stochastic MACD 都是向下的 平保又怎样呢 平保目标价 暂时 如果有货 可能先减少一点 没有货 不买 这些位置 东西有少少回吐 23.18 都是不留意着 富士100 其实富士100 就是反映英国的 富士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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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100家 大的公司 在伦敦交易所 反映出来的 一个指数 他最重的股份 就有好几只的 油股其中一只 Shel 还有 约股 Extra Seneca 约股 这个是比较大一点的股份 其实他就 都是跟整个 你看到就是 而最大那几家 就 佔了他 就都 差不多30% 30% 所以 买他来说 就 买他来说 多多少少 就等于 金融 和工融 石油有关的股份 所以 整体来说 会平稳 那就 我们看一下 他的走势 是 近期来说 他就 一样 他就 一样 他就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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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很大 今天就简单地讲到这里 待会4点半跟大家详细一点交流一下个别的股份 你们有时间可以上线 直播我和李慧杰和大家去探讨一下个别的股份和策略 暂时两个股份价格都会去到尖尖位置 尖尖位置在这个情况下有机会再大幅度的横行上落 但这个横行上落会是什么呢? 我相信它会在辰尖横行上落之余是低一点的 会再展现另一个新的形态 到时看看什么位置是一个低位 出现之后就可以到时放胆点买多些货 而有的红症就拿着保住货的下跌风险 这是一个方法 如果想学多些这些东西 如何看趋势和划线 如何看技术分析呢? 资金流和牛红症和其权 如何鎖定风险呢? 你可以上我班的 我班是下个月中开班的 可以在下面的电话 688-99-180 或者微信我 或者WhatsApp我下面的电话也可以 微信呢? 你就微信我潘舌山的英文语音 P-A-N-T-I-E-S-H-A-N 可以微信我 在里面问问题也可以 如果Youtube问的问题 我会几天几天集到一些 我就会回答大家 如果你急的话 可以用微信或者WhatsApp 也可以 另外 这个频道有賴你支持的 记得按LIKE 按LIKE 按一次好了 按多一次无效的 还有喜欢的朋友 介绍多些给朋友圈 叫他订阅 订阅之后有个钟钟 按下钟钟 按全部 有新片帮给大家听 订阅是免费的 多谢你支持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